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期間呢 免不來會有一些走孫的活動 看看朋友啦 或者說遊樂區去遊玩 都會走路走很多 走很多的時候 平常沒練都會覺得腿很容易痠 我們希望呢 這兩個動作大家呢 平常可以多做 這個叫做弓箭步法 我們腳打開呢 做一個左弓右鍵 有沒有 右弓左鍵 我們可以前弓後鍵 拉腳筋有沒有 前弓後鍵大家知道 拉這個大腿小的腳筋 前弓後鍵 這樣拉 左腳輕 往這個地方的時候 轉過來的時候 可以腳翹起來 手跟爪位摸一下 這樣你會覺得拉筋 拉到大腿後製 另外拉伸展拉 左腳輕 手跟腳能夠輕一下 這個左右弓箭 左腳輕 另外呢 腳踢屁股 對腳踢屁股 慢慢慢慢腳踢屁股呢 拉腿筋 一樣 你可以這樣拉一下 可以伸展你的股四頭肌 從你的髋關節這個地方 一直到膝關節 大腿前側都會拉筋拉到 這個動作呢 是可以做下半身的強壯跟伸展 所以左順的時候呢 這兩個動作大家參考 就是 左後弓箭 弓箭步法 前後弓箭 那你就是 把這個腿拉開來一下 手腳輕 手腳 輕在一起 兩隻手碰 或者一隻手碰都可以 反正你想辦法 翹起來 拉腿後側的肌肉伸展開來 手腳輕 另外呢 腳踢屁股 這個需要膝蓋的硬活度很不錯 才可以踢到屁股 腳踢屁股 然後拉腿筋 有時候你可以這樣拉一下 有時候你踢不到沒關係 你可以這樣拉一下 這樣的話 我相信你有更有能力 可以走得更遠 更好